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会对华为不利 还有美国允许出售台湾多架F16战机 中共官媒指出不排除未来巡航台湾岛上方 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反映说 返回美国的签证遭到延迟 马上跟着我们一起来关心 新闻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党媒求是杂志上 发表重磅的文章 文章中习近平强调 关乎中共事业成败兴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道路问题 同时再度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 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综合媒体指出 中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是中国特色的内涵通常被外界混淆 甚至出现市场经济 等同资本主义等等议论 对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4月1号所出版的第七期求是杂志中 以关于坚持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为题撰文 文章中提到道路问题是关心 中共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 道路就是中共的生命 同时文章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 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另外对中共领导中国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有人分为改革开放前以及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习近平认为这两个时期既是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本质上都是中共领导中国民众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两个时期相互不能够否认 这也就是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论述 有外媒分析指出 习近平这番话亦在安抚中共党内左右两派 希望双方不要陷入永无休止的征战 也是经过精心谋篇布局的一篇大文章 好那么另外 微软安全团队日前指出 华为MacBook笔电系列的驱动程式 有本地权限升级的这个漏洞 可能会造成Windows PC遭到执行恶意程式码 对此呢美国科技网站指出 华为被发现存在漏洞之后 对华为可以说是十分不利 综合媒体指出英国网络安全杂志 SC Magazine以及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3月29号报道指出 微软工程师是靠安装在Windows 10上的 微软卫视先进威胁保护系统 发现华为疑似有漏洞 这个系统的电脑内核程序传感器 当时向微软工程师发出了警示 提醒在华为MacBook笔记型电脑上 发现了漏洞 可能会造成Windows PC遭到恶意执行 执行恶意程式码 微软指出经过签章的第三方驱动程式 可被攻击者不需要花心力开发 复杂的零时插核心攻击程式 就可以升级权限 以及绕过驱动程式强制签章的防护 以CVE2019-524E而言 能够使具有低阶权限的程式码 在其他程序之外 甚至在核心进行读写 也就可能会招致整台机器被接管 微软工程师3月25号公布 查到某些异常行为 是源自于华为开发的一个设备管理驱动器 美国科技网站Light Reading说 华为被发现存在漏洞之后 对华为可以说是十分不利 似乎验证了美国针对华为 在网络设备中安装泄密设备的指控 华为接到微软的通知之后 立即采取行动 对软件进行了修补 微软对此表示感谢 昨天两架中共歼11战机 分批两次穿越台海中线 台湾国防部立刻增派战机 紧急升空拦截 对于中共这样的公然挑衅 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严正抗议 认为这是破坏台海现状 另外美国川普政府已经默许 向台湾出售60多架F-16战机 有专家指出 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 不过中国环球时报 昨天深夜发表社论指出 如果美国以及台湾继续对中国挑衅 未来解放军很有可能会把 台湾岛上方的空域列入巡航范围 综合媒体指出 共军两架歼11战机 在3月31号上午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面空域 在台湾空军增派战机紧情升空拦截之后 才返回中线以西 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严正抗议 提醒北京当局三个不要 以及台湾方面的三个坚定 也就是希望北京不要刻意挑衅 不要制造事端 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现状 同时强调坚守坚定保护台湾安全以及主权 坚定维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以及坚定壮大台湾 蔡英文表示台湾国土一寸不让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昨天深夜发表社论指出 无法确认共军飞越台海中线的消息是否属实 也不清楚解放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的目的为何 不过如果此事为真 显示解放军正在对台湾发出严正警告 文章中进一步嚣张威胁 如果美国台湾与美国以及台湾继续挑衅中国 解放军还可能将台湾岛上的上空领域呢 划入巡航范围 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中国海空军可能会彻底不再理会所谓的中线 将整个台湾海峡作为解放军的行动区域 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 不排除解放军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至于美国方面 川普政府已经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F-16战机 彭博新闻社说美国对台湾出售F-16战机 代表美国的立场变更 尽管几十架飞机并不能彻底改变台海的军力平衡 但是这也显示川普政府有意支持民主台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惹拉国际关系学系学院的研究员吴尚苏分析说 对北京而言这将会是巨大的冲击 而且政治冲击将会超过军事冲击 好那么说到美国 美国是留学生国际深造的首选 总共有100多万的国际学生到美国来就读 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于中国 不过有部分返家后结束寒假的中国留学生表示 他们返回美国的签证签发正在被延迟 针对这个情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无法针对个案来进行评论 但是美国政府确实是在改进 对所有的申请人的筛选程序 来提高国家安全性 美国之音指出 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把在美国 攻读航空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签证 从五年缩短到一年 美国官员表示 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在缩减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发生间谍活动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的风险 美国之音引述财新传媒英文版的报道指出 现在至少有100名的中国学生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组 来讨论他们在美签上所遇到的延迟问题 这些学生当中有很多人从事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专业 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邮件当中表示 由于签证的保密性无法针对个案进行评论 他又说美国政府不断审查以及改进对所有申请人的筛选程序 以提高安全性 如果申请人因为任何原因需要额外的筛选 政府将不会在筛选完成之前签罚签证 完成这项额外筛查所需要的时间是取决于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 另外国际教育协会表示 本科国际学生的录取率去年下降了6.6% 延续了前年开始的下降趋势 来看看我们所问您整理的中国简报 自由时报指出 中国辽宁省丹东港的营运公司丹东港集团遭遇到债务危机 集团在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之下 开展填海造陆港口公共建设的活动 但是到现在却面临破产重整的危机 因此集团要求丹东市政府偿还227.89亿元人民币的垫付资金 丹东市官方却回应不存在这个问题 丹东港集团的诉求没有法律以及事实依据 所以丹东市人民政府并没有偿还义务 双方各说各话 新岛日报指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的访华之行启程 中头戏是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来会面 访华期间还会见证新的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接幕 有分析就认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是修补两国因为中国电信设备厂商华为 可能被禁止参与新西兰5G网络建设而恶化的关系 也有分析指出阿德恩旋风式的访问攀排妥当 避免再压后访问影响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被批评至国民于不顾 自由时报指出财新今天联合公布 经过季节性调整的三月中国制造业PMI升至50.8 明显回暖这不仅是四个月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 同时也创下八个月来的新高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表示 总体而言随着融资环境的更加宽松 以及政府努力纾困民营部门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整个制造业就业形势大为改善 供应商供货时间指数在50下方有所回升 表明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加快 对未来经营信心增强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中美双方在上周五的谈判焦点之一 在于如何让中国政府改变严苛的网络安全法 双方对中国所提出的方案仍然是在讨价还价当中 美国谈判代表一直敦促北京明确界定哪些公司 是关键讯息基础设施营运商 而在最近的讨论当中 中国官员提出一种想法 也就是根据这些营运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来界定其定位 美中谈判代表本周将会遗失华府继续谈判 好 谢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的话 欢迎按赞分享 也到YouTube来订阅我们的明镜电视 谢谢您收看 接下来一起来回顾稍早的消息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美国政府的调查记录显示 冒充中国驻美大使馆或是领事馆的电话炸弃案件 在一年多就导致4000万美元的受害损失 而且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亚裔 很多是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 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 IC3 3月28号发布警报表示 从该中心2017年12月到2019年2月 总共接到350多起投诉 受害人都是接到说中国话的人 打来的电话或是发来的短信 声称是中国大使馆或是领事馆的官员 或是一家物流公司代表 理由是有一个包裹放在中国大使馆 让接电话的人前往领取 而电话显示往往是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的正确号码 让受害者放心 有受害者被告知 有关方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文件或包裹 里面有护照 涉安卡或信用卡 也有人被告知 在中国的机场被逮捕 身上发现了属于受害人的护照 涉安卡或信用卡 诈骗人然后会说 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为了协助中国执法机关侦破此案 受害人必须与一位调查人员讲话 电话就转给了一位调查人员 后则会告诉受害人必须向中国或香港的指定账户汇款 化解纠纷 而且必须用信用卡或虚拟货币付款 受害人如果不配合就可能会被驱逐或丧失信用 也可能入狱 如果受害人没有付款 就被告知要申请贷款 而且每天都要上网查看 直到款项支付完毕 受害人还被告知要保密 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 电话诈欺者此时也会打电话给受害者的家人 称他们的亲属被绑架 要求支付赎金 为了增加真实性 欺诈人员可能会提供受害人照片 护照号码 设安卡或是银行账户等信息的文件复本 他们还可能鼓励受害者对诈骗人提供的中国执法机构的电话号码 进行审核再与调查人员讲话 互联网犯罪的投诉中心表示 这350多起投诉总共设计金额已经超过4000万美元 平均每个受害人损失16万4000多美元 而受害人大多都是亚洲人 很多人说自己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或是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 而这个报告诈欺的高峰时间是2018年5月到6月 以及2018年12月到2019年的1月 大陆广东一名商人日前到江苏丹阳出差的时候 因为收到太多办手礼 为了赶赴下一场会议 将大部分的行李全部丢进车站的垃圾桶减重 直到检方联系他 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把驾照66800元人民币 等同于1万美金等贵重物品一起丢入垃圾桶了 据环球网报道 这名成姓男子到江苏丹阳出差 接着还要赶去无席谈生意 为了加快行程步调 他特意丢掉大部分的伴手礼 没想到这随手一人 居然把随身有护照行动电源以及现金的手提包也弄丢了 幸好车站人员即时发现 立即通报警方 巡线联络到他 在被警方告知遗失庞大金额的时候 他感到十分的惊讶 更有趣的是 他还表示自己完全没发现 多亏远景的协助才巡回现金 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近日发生大网贷金融平台爆雷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东网大型护金平台团贷网的实控人 唐军张玲3月27号向公安当局投案自首 网贷平台团贷网由85后创业者唐军创办 于2012年正式上线营运 定位为专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 互联网金融信息平台 截至今年2月底 团贷网累计撮合融资总额为1307.7亿元人民币 借贷总额超过了145亿元 注册用户达到了836万 出借人数近98万人 当前出借人超过22万 贷偿金额为118.9亿元 根据中国网贷之家网站表示 目前团贷网的贷售规模 在全国的网贷平台中排名第15 团贷网的突然爆雷 导致实控人唐军掌控的市值超过200亿元的 上市公司派生科技 在深圳的股市紧急停牌 派生科技也急于与网贷网撇清关系 声称已经于去年完全剥离了互联网的 金融相关服务 唐军也已经不在该公司担任任何的职务 东亚市的公安局28号表示 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已对团贷网的设法非法 吸收公共存款案立案侦查 并对团贷网的实际控制人 唐某张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河南驻马店一家理法店在广告财业 印制调侃英烈的广告语 对此驻马店开发区的官方微博29号 发布通报表示 已经对涉事的理法店广告内容出现 侮辱英烈问题依法进行查处 没收全部问题广告财业 要让他们停止营业 要求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3月28号河南驻马店一家理法店 在广告采业中印制 我要的是贵轮美 出来的是刘胡兰的广告语 引发社会关注 理法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广告为自行设计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段子 只是为了宣传一下 驻马店的开发区管委会迅速寻动 组织网信工商公安等职能部门 针对这件事情晴天 形象的设计广告内容 出现侮辱英烈的行为 依法进行查处 全部没收了晴天形象 设计理法店问题广告的裁业 也查扣了他们的经营工具 让他们勒令停业 而报道也指出 目前工商公安等部门 已经启动行政法律程序 对晴天形象设计理法店 违规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 这个周末 北京迎来首个清明扫墓的高峰 北京市清明节 群众祭扫服务临时指挥表示 周末两天 全市222处祭扫点 总共接待群众129万人次 输到机动车26.3万辆次 3月31日一天 全市牧区共带接济的扫墓群众达到67.5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57% 输到的机动车为13.2万辆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92% 其中八宝山地区有减少 全天接待的祭扫群众为4.9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24% 北京市委社会公委市民政局预计 到4月7号 全市祭扫的人数将达到500万人次 其中八宝山地区祭扫人数将超过60万人次 昌平区的祭扫人数将超过110万人次 民政部门鼓励市民错峰祭扫文明祭扫 中国国务院3月31日发布公告指出 为了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议共事 继续为双方的经贸磋商创造良好的氛围 国务院关税关责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与美国的汽车及零件继续暂停加征关税 去年12月1号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阿根廷首都布以诺爱丽丝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面 川普与习近平共进的工作晚宴后发表声明 宣布自2019年1月1号开始 将不会对中国的产品加征更多关税 中国则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 双方还同意就结共性改变的问题展开谈判 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体 贸易战暂时休兵之后 中国表示将暂停向美国制造的汽车与零件加征25%的关税三个月 就在三个月期限到期之际 3月31号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公告指出 从2019年4月1号开始 对原产与美国的汽车和零件将继续暂停加征关税 暂停加征关税的措施截止日期将另行通知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3月31号展开为其一天的访华行程 在北京他将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 这是阿德恩上任后首次来到中国 纽约时报3月25号报导指出 阿德恩原本计划更长的访华行程 但最终缩水到一天 而且放弃带商务代表团而独自前往 这引发外界对于惠林顿与北京关系吃紧的猜测 不过阿德恩本人表示 他早就计划访华 但行程因为3月15号造成50人丧生的基督城恐怖攻击而缩短 阿德恩表示 希望在周一升级中心两国2018年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对话 他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新西兰高度重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我期待要不断致力于这段关系 目前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90亿美元 而目前新西兰尚未对是否允许华为参加 新西兰5G网络建设做出最后决定 去年11月 该国情报部门曾经对新西兰电信公司 Spark 在5G建设方面与华为的合作提出警告 在 же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